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邀请了可能受影响的九大产业代表来喝咖啡 这当中包括了来自纺织 钢铁 石化 机械 汽机车 扣建等等传统产业的业者 而会上业者们也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有罗斯的业者直接表达了对于关税障碍的担忧 他是台湾的罗斯工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蔡图敬说 虽然罗斯产业在航太 汽车或者是电子等等的领域 表现是不差的 但是对东协的外销方面得面临到5%到30%这么高的关税 加上近期汇率又有问题 新台币的部分狂升值 导致厂商的产业丧失了竞争力 他说企业可能会因此关厂或者是向外移 而针对业者的新生王美花经济部长王美花他特别提到了 大部分比较大型的企业大部分都已经往不同的国家去布局的来降低产业的风险 可是留在台湾的很多都是中小企业 要降低冲击 未来就将会朝产业的升级还有高值化的方向来去做发展 他特别提到了 包括这些像是机械电子汽车零组件的产业 政府规划将会打入电动车的行列来做升级 另外像是影响比较大的还有机械或者是石化这样的产业 他也提议应该分别去打入半导体的原料和设备供应链 而另外一个影响到比较大的还有先前提到的纺织业部分 则可以去发展异后机能的纺织 结合时尚和环保的概念来做成衣服 而另一方面国发会主委龚明星也表示 台湾没有加入ASEP 可是可以努力的去加入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或者是做一些产业的转型升级 像是让传统产业跟数位来做结合提升厂商的竞争力 而提到数位的商机在电商市场当然今年 一方面也是因为受惠于疫情下宅经济的关系业绩大好 而我们也实际采访了新加坡当地的前三大电商平台业者 他们告诉我们在疫情爆发之后业绩暴增了三成 加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厂商看准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市场都积极找寻他们的电商平台 来做合作上架商品 今天透过节目我们要带你来看到 RCEP在签署之后对全球经贸的影响 而台湾又该如何持续在国际维持产业竞争力站稳脚步呢 东协石国和中日韩 纽西兰澳洲RCEP确定签署 台湾不在名单内 未来部分商品出口东协将面临关税问题 长期来自中日韩厂商的竞争也将变得更棘手 包括石化 纺织 那么机械工业 这个都是明显受到冲击的 那这些主要的厂商主要的台商 大部分都在东南亚或者在大陆有布局 也就是RCEP的规范里面已经有建厂 已经有投资 那么将来就是双边的税 Double Tax的协定 一定要想办法来避免 我觉得工资免税这一块 我觉得他们就占了很大的优势 跑了印尼 我很感受得到是印尼业绩 我们台湾出口到那边业绩差很多 那是因为韩国他们政府 帮他们做这个动作 他们政府带团过去卖婴儿用品 政府有帮他们做广告 我光是这两个我就输人家很多 大环境不利台厂出口贸易 加上东协设厂 人力 土地到设厂成本越来越高 政府 民间企业积极做产业转型 强化电商布局 节省成本也提升竞争力 正式签下备忘录 冒携带队拓展跨境电商数位新商机 和新马地区最大三大电商平台之一合作 看准的就是平台拥有350万用户人次 和高达120万美元的日程交金额 新马电商业者表示 疫情爆发后民众减少实体消费 让平台业绩逆势暴增30% 加上RCEP确定通过更多台厂积极寻找 电商平台拓展新贸易战场 业者形容目前业绩是史上最好 疫情的部分哪一些品类卖的比较好呢 如果以台湾市场来说的话 最基本的可能一些民生必需品 一些吃的东西 甚至一些衣服啦美妆的部分 其实都是销售非常好的 而MIT的母婴商品3C化妆品 最受新马当地华人热烈欢迎 新加坡马来西亚 都是跟我们消费 还有我们的喜好都非常的相近 所以我们认为在这边的华人 他接受度会很高 看准台场进军新马脚步 越来越积极 电商业者决定 今年加码在台湾设立分公司 专属物流系统和航运补助 卖家如果使用Q Prime的话 可以大幅降低你的运送成本 那如果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 其实大家的运费 应该都在伯仲之间 但是在疫情之下 空运费涨的时候 当我们做补贴的时候 卖家会非常的有感 运费的部分的话 我们至少可以下降 大概百分之四十的运费 东协电商市场商机大 统计显示 目前当地共3.6亿网络使用者 九成透过手机上网 2019年东协数位经济规模 一千亿美元 较过去四年成长超过两倍 预估至2025年 东协数位经济规模达 三千亿美元 占GDP的百分之八 不管大环境如何变动 后疫情数位商机大饼 台场紧抓把握 华语新闻简易林杨格 叶斯敏台北台中采访报道 全球关注美国政坛变天 对区域经济还有维安 带来的不确定性 由于过去四年 川普几乎都是我行我素 商人参政的风格 不太爽以往美国的外交惯例 导致东南亚国家也是苦主之一 为各国的经济合作 也都增加了风险 今天透过节目 我们要带你来剖析 未来拜登成为白宫新主人之后 东南亚国家对经济层面的一些发展 又有哪一些期待呢 川普四年任期 即将由拜登内阁接任 东南亚印太正常区域经济浮动 与稳定只差一线之隔 尤其川普单边主义政策台面上以盟友互称 私底下却贸易对杠 因此位居东南亚经贸心脏的新加坡 反倒对政权转移乐观看待 美国新政府新气象 不只新加坡 泰国也同样盼能就此摆脱过去几年 川普所做的矛盾决策 促使东南亚区域利益和共识摆在优先顺位 而川普一贯不按牌里初牌威胁课税制裁的方式 对东南亚各国予取予求 预计民主党重回白宫将回归美国传统外交手段 更重视政策行动的连贯性 外资进驻热门地点越南同样被川普盯上 对美贸易顺差增加被美国政府指控操纵汇率 越南总理赶紧跳出来要美国客观一点 随着拜登和民主党人即将当家 能否终结川普政权下区域不稳定性 东南亚国家也应尽期盼 欢迎讯杨晴 中午导 RCEP通过贸易总量不仅超过了欧盟 也赢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未来哪个国家将是这个政策下的最大获利者呢 广告回来我们带您了解 历经十年谈判 由东协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 终于在越南河内15个国家完成了签字 具体生效时间也就要看各国成员国的批准进度了 RCEP的贸易总量不仅超过了欧盟 也赢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所以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FTA 而东亚的国家包括了日本 南韩 中国也被视为RCEP下最大的赢家 尤其是中国不仅能够借由RCEP突破美国的经济封锁 未来还有望主打RCEP制定以中国为核心的贸易规则 15个亚太国家的元首高级官员同一时间召开线上会议 就在11月15号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完成签署 堪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FTA 日中韩三个国やASEAN東南亚諸国联合など 15个国が参加する東亚地域包括的経済联系 RCEPの首脳会議がオンライン形式で開かれ 各国が協定に合意し署名しました RCEP does not include the United States but it is expected to be a game changer for the Asia-Pacific region 从东斜十国到中日韩乃至大洋洲的纽澳 RCEP几乎将整个西太平洋纳入散下 15个缔约国占全球近三成GDP 并涵盖世界贸易总量的25% 这个东斜国家推动的自由贸易联盟 往后将制定亚洲标准的贸易规则 就像以前的欧洲共同市场 亚洲终于朝单一贸易区迈开一大步 日本早就与多个东南亚国家 前有FTA 这次峰会的最大收获 是与中国及南韩达成FTA共识 因为RCEP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缔约国家必须撤除关税壁垒 允许成员国的货物投资自由往来 直接적으로는 관세 장벽이 크게 낮아지게 됩니다 예컨대 인도네시아에 자동차 부품을 수출할 때 최대 40%까지 내야 했던 관세가 0%로 줄어들 수 있습니다 中日韩三国因为存在历史机怨 加上主权分争不断 难以心平气和上谈判桌 讨论贸易整合 多年来除了中韩勉强坦承 其他FTA协定全部难产 现在借由RCEP分会契机 三个亦敌亦友的东亚国家 总算有机会敲定FTA 所以英国金融时报评价这次RCEP签约 最大的赢家就是中日韩 尤其对中国来说加入RCEP 将是突破美国贸易封锁最关键的一手 因为中国是整个RCEP经济实力 最雄厚的国家 而且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战略 目标是重新构建全球贸易体系 RCEP将成为一带一路重要基础 为中国制定贸易规则 争夺主动权 我们将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 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而且与东南亚各国谈贸易 北京不只够分量 也不必担心受到人权或环保议题的非难 比起欧美 东南亚与中国投缘的多 利害关系比较一致 反观华府 整合亚太经济已落后北京一大截 当初欧巴马心心念念的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因为总统换人 整个计划付诸流水 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说 没有美国的TPP毫无意义 现在就看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 有没有意愿重返当下 由日本主导的CPTPP 要是美国极其直追 而且美中贸易战无法缓解 近时RCEP将与CPTPP火车对撞 而美国人披震 未经济伴协定 减和飞撰的 反调平洋经济同伴者协定 CPTPPに 復旧可能性 在于我们的 不會吸引可能性 和環境的標準 並不能控制市場 控制政府的邏輯 或強制副本線 當前RCEP的前景 締約國家一頭熱 外界卻態度保留 沒有人能預見 RCEP最後走向何方 但有一點可以確定 被排除在RCEP之外的 美國 歐洲 不會甘願繼續做局外人 而是想盡辦法 積極涉入亞太事物 環玉新聞 無限長報導 好 RCEP才剛正式簽字 緊接著又傳出北京當局 打算要去申請 日本主導的CPTPP 這個難題丟給了日本 這裡邀請國際中心的記者徐立山 來為我們分析 這場經濟協議的角力發展 好思敏 中國喊加一 真的是讓日本很為難 怕不讓禁會直接跟北京當局槓上 允許中國加入又擔心 跟美國政府撕破臉 其實中國此舉就是想填補美國缺席的權力真空 強化區域一哥的形象 不過分析認為中國短時間要進入CPTPP 其實有難度 怎麼說呢 因為在很多方面都得大刀闊斧的改革 像是對國企補助要透明化 禁止強迫技術轉讓 以及要保護智慧財產權 跟提高勞動環境標準 我們先來看勞工這一項 CPTPP是少有納入勞工議題的自貿協定 儘管中國的勞動法允許結社自由 但卻強制要求所有工會 必須從屬於中國共產黨組織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 再者協定要求 會員國採行的相關司法架構 得支持國際勞工組織認可的勞工基本權益 再來看補助這一塊 CPTPP要求不能為了擴張國際業務來補貼 國有企業確保國企與地主國的名氣 可以公平競爭 然而中國15萬家國企是中國的經濟基石 長期以來享有特權 像在上海或深圳就有近百家國企 由中央國資為掌控 政府在以優惠利率等各種方式來協助國企 儘管在CPTPP容許另外 然而中國要為如此之多的國企協商豁免 難度可想而知 這也都是中國在爭取入會時要面臨的考驗 帶您來了解泰國反政府示威的進度 泰國國會針對七個憲法的修正草案進行辯論並表決 之後一讀通過了執政聯盟和在野聯盟各一個草案 但首度由民間提出的修憲草案卻被否決 這邊要請國際中心的記者徐立山來帶我們了解 民間版修憲草案被否決 讓大家非常失望喊要繼續抗爭到底 就來了解一下各版本修憲草案的細節 目前一共有七版 執政聯盟提出的唯一一個草案 主張成立修憲委員會草擬憲法條文 200名委員部分民選部分由國會指派 這版過了 而在野聯盟提出的五個草案只有一個出審通過 這個版本同樣主張成立修憲委員會 不過委員會200名成員全部民選 這個訴求跟公民團體ILO提出的草案一樣 不同的地方在於民間版還主張總理必須具有眾議員的身份 目的是要減少軍方干政的空間 可惜這版最後被國會否決 好不過抗議民眾也已經喊出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而泰國的這波學運還有一個亮點是年輕人出奇招 這邊要請立山來帶我們來看 等年輕人花招多還記得嗎 前不久才有學生穿著衝氣布偶恐龍裝上街 暗縫在位者十股不化總有一天會被滅絕 再來衝前線總不能用身擋水炮吧 所以黃色小鴨就派上了用場變成護身盾牌 可以看到在高壓水炮的猛攻之下 小鴨都被染到了藍色液體洩氣陣亡 就有學生自己繪製了小鴨戰士 表揚小鴨們被打得千瘡百孔也義無反顧 另外大家應該也還記得哈姆太郎吧 他的主題曲被抗議民眾神改編 諷刺政府最愛吃人民的納稅錢 好 泰國反政府示威已經持續好幾個月了 地位一向堅不可摧的王室 這次更成為了風暴的核心 泰王瓦吉拉龍宮長期遠端治國 因此引起了民怨 質疑他上任之後 花了大把的時間在德國揮霍享樂 憑什麼一個人就可以接收 皇室財產局的長期 幫王室保管金額超過400億美元的龐大資產 妻妾成群 愛狗成吃 泰王瓦吉拉龍宮年撒80多億台幣 究竟錢從哪來 隨著反政府示威爆發 總算被放大檢視 皇室保管金額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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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室主要財富來自房地產 多半集中在曼谷市中心 另外持有主要銀行 泰國會商銀行 以及最大工業公司黃向水泥大量股份 加起來一共四百多億美元的龐大資產 通通轉移到泰王名下 在當時卻只用一紙公告通知 不見太多新聞報導 更別說老百姓哪敢置諱 瓦吉拉隆公的父親 普美彭生前被傅比士認定 是全球最有錢的君王 但是瓦吉拉隆公的財產 光算帳面上的數字 比老爸更勝一籌 出巡排場大又貪戀 歐洲山水瓦吉拉隆公上任以來 花了大半時間跟嫔妃開心 住德國心急飯店 出入都是一身超短板 陋肚小背心 沒在在意別人眼光 你有看過他在城市嗎 有時候他會去衣服 衣服 對 漸漸的人民終於硬起來抗議 公共資金應該由國家掌管 瓦吉拉隆公肆一揮霍 明紙明膏搞砸了老爸聲望 也讓泰國王室面臨前所未見的 改革公報 華語新聞許立山綜合報導 說說東協市帶您花幾分鐘的時間 瞭解東協國家現況 首先帶您關心原定22日施行的 香港新加坡旅遊泡泡 主要透過兩地居民開放免隔離的旅遊計劃 現在卻因為香港的新增病例數暴增 確定將延後兩週 這也讓主要的航空公司 和啟動復蘇的旅遊企業受到了衝擊 接下來帶您來看到的是 新加坡的貿工局公布了新加坡的GDP 和去年同期相比 第三季GDP的修正值為衰退5.8% 較初值的年減7%微幅的增加 當地的政府官員也預估2021年GDP 渴望成長4%到6% 最後帶您來看到的是 印尼的雅萬高鐵7號的隧道 近期終於順利開通了 這個全長1285公尺的隧道 是中國中鐵在印尼雅萬高鐵項目中的 第三座隧道 也是雅萬高鐵全線貫通後的首座 千米以上隧道 因此別具象徵意義 以上是本週看見新東協的節目內容 下週同一時間 我們要帶您來關心到的是 美國大選結果在確定之後 外界關心 隨著拜登當選新任總統 未來美國和印度的關係將何去何從 專家認為拜登 渴望重返歐巴馬時代的領導 作風和國際做朋友 強化印太的戰略關係 對台場的國際布局 又有怎麼樣的影響呢 更多的細節下週我們帶您來關心 節目後也歡迎您搜尋 環宇新聞網 又或是YouTube環宇新聞頻道 看見新東協節目 而我們的影片也會同步在網路上上架 歡迎您來留言互動 我是YES米祝您平安順心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見 我們下週の評論 check